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十三章 身怀绝技的随从 休息了一会儿 人变得舒服多了 现在我们接着来讲讲我在土耳其的故事吧 提起土耳其就不得不提起那个苏丹王 你们还记得我在花园里做蜂蜜管理员并惩治狗熊的故事吗 就因为这件事 苏丹王认为我是个非常有趣而且有头脑的人 对我大为赞赏 还和我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在那之后 他经常邀请我去他的王宫里做客 有时还委派我帮他办一些事 记得有一次 苏丹王让我去开罗帮他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 至于是什么事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答应了苏丹王要绝对保守秘密 我必须信守承诺 不过 整个办事过程中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还是可以讲给大家听的 毕竟我是个非常愿意分享快乐的人 我记得当我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时候 苏丹王给我安排了一场非常隆重的欢送仪式 还给我派了许多侍从随行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人们纷纷议论 说我一定非常受苏丹王的器重 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场面 对于这些恭维 我还是非常受用的 因为他们说的就是事实啊 从土耳其到埃及还是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的 而我一路上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留意各地的能人意识 并努力把他们招纳进我的队伍 下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几个的情况 顺便说说是怎么遇到他们的 因为在我看来 这也算得上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先讲讲飞毛腿吧 他是一个体型瘦小的年轻人 那天我们遇到他时 他正在飞快地奔跑 而且两个脚上还各绑了一个十斤重的蹭托 当我们看到他脚上绑着这么重的东西 还能剑步如飞时 个个都惊呆了 于是 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不过 当他说出了其中的缘由后 我们大家就更为惊讶了 原来 他出身剑跑世家 他家族的每个人都非常擅长奔跑 而且每个人都没有脾脏 这会儿 他正打算去伊斯坦布尔 并准备在那里谋份差事 不过 由于他不赶时间 不想跑得太快 所以就在脚上挂了蹭托 好让自己的速度能慢一些 听到这里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于是立即建议他归入我的麾下 而他也正好想找份差事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我给他配了一头骆驼 因为在我看来 人才就应该得到善待 可他一路上却闲不住 时不时就跳下骆驼 然后飞快地往前跑上好几英里 再跑回来 好在他的速度非常快 从跑出去到跑回来 几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所以 丝毫没耽搁我们的行程 而我们也因此送了一个外号给他 飞毛腿 下面讲讲顺风耳和神枪手吧 我是在同一天遇到飞毛腿和其他人的 不过 遇到飞毛腿是上午 而遇到其他人是在下午 当时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躺在草地上 一动也不动 可他的样子又不像是在睡觉 因为他的眼睛并没有闭上 而是聚精会神地看着地上的一株小草 还把耳朵贴在小草上 我吃惊地问 你在干什么 我 我在听小草说话和他聊天呢 年轻人扭过头来回答 什么 听小草说话 这能听到吗 我更加惊讶了 当然 而且听得非常清楚 这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因为世上还没有我听不到的东西 年轻人的语气显得有些洋洋自得 而且对我的问话不以为然 对我来说 拥有这样奇异本领的人才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于是我立即向他抛出了欢迎加入的橄榄枝 在谈妥了条件后 他接受了我的入地请求 而我也送了他一个外号 顺风儿 一小时后我们遇到了一个猎人 当时他正端着一把崭新的猎枪在射击 然后又点击脚 朝刚才开枪的方向望去 像是要把什么东西看清楚 可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 难不成他在射击空气 我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对着空气开枪 便朝他喊道 你在打什么呀 这里除了空气以外 我可什么也没看见 哦 我在试着把新买的猎枪呢 刚才在德国柏林大教堂的屋顶上 停着一只麻雀 我一枪就把他击中了 而且还打中了眼睛 看来这把枪的射程和精准度都不错 听到这里 你们估计和我当时一样惊讶和激动吧 是的 当时我几乎是立马就上前拥抱住了这个神枪手 并恳请他为我当差 幸运的是他接受了 这样我就招纳到了第三个人 神枪手 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我们来到黎巴嫩山时 在山脚下看到一个健硕的男人 正用绳子把一片橡树林给套起来 没错 是一片橡树林 而不是一根木头或几棵小树 当时我也非常不解 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什么 于是走过去向他表达了我的疑问 我想砍些木头回去盖房子 可是忘了带斧头 所以不得不另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完就把绳子用力一拉 天哪 你们一定猜不出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怎样的景象 就算我说出来 你们也不一定相信 可这就是事实 一整片橡树林 就像小草棍似的被绳子收拢并捆到了一起 然后连根倒在了地上 我发誓 我说的绝对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而接下来的事 你们大概也猜得到 在谈好薪水后 我的麾下又多了一个能人 我叫他大力士 大概了七天后 我们到达了埃及 可刚跨过国经线不久 前方就刮来一阵猛烈的狂风 把我们一行人和车马吹得东倒西歪 我努力地睁开眼睛 想看看这怪风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着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幕 只见前面的路旁 有七架风车正飞速转动着 风车的一旁站着一位彪形大汉 他用食指塞住了右边鼻孔 用左边的鼻孔朝风车喷着气 但他看到我们被狂风折腾得不轻时 连忙停止了刚才的动作 然后摘下帽子朝我们行了个礼并说抱歉 与此同时 风突然停了 风车也不转了 我似乎知道了些什么可又有点不敢相信 怎么回事 我一边戴好刚才被吹翻的帽子 一边大声问道 哦 刚才失禁了阁下 壮汉答道 我正在为我的雇主弄点风 好让他的风车转动起来 把麦子磨成面 没想到竟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那你为什么塞着一边鼻孔 我怕把风车吹坏了 所以就塞住了一边鼻孔 这样风会小一些 壮汉有些不好意思的回答 听到这里 我和我的随从们再次被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很快我就想起一件事 然后问那位壮汉 你的雇主每月给你多少钱 当他说出一个微薄的数字后 我豪爽地说道 听着 我可以付给你比这多十倍的工钱 你愿意给我当差吗 如我所愿 数字上的明显对比 让我立即成为了这名壮汉的新雇主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有些灰金如土 可是对我来说金钱不算什么 人才要比金钱重要得多 而优秀的人才是绝对配得上这个价钱的 好了 不说钱了 我们继续讲后面的故事 进入埃及境内后 到达开罗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而接下来 我顺利地完成了苏丹王交给我的使命 而且完成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好 至于回去复命的是 我交给了当初苏丹王派给我的那些侍从 而我自己则带着后来新收的五个人 在埃及到处游玩 尼罗河的移泥风景是局势闻明的 而我既然来了 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风景 于是我租了一艘船 带着五个新随从 沿着尼罗河一路向着亚历山大海港游玩而去 开头的两天挺顺利 我们在船上享受着微风的轻浮 惬意地欣赏着两岸的风光 可是到了第三天 尼罗河突然河水暴涨 我们的小艇在泛滥的洪水里 就像一片树叶到处飘荡 我们无法靠岸 只能拼命保持船的平衡 以免被洪水冲走 而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这期间 我们只能依靠之前剩下的一定点粮食和水 来维持生命 早知道这样 我们就多准备些啊 哦不 要是早知道会发洪水 我们就不会选择坐船旅行了 可在那个年代 谁能准确地预测天气和水温情况呢 还是那句老话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或许 这根本就是我们避不开的一桩祸事 不知道是第几天的晚上 我们的船陡然给什么东西缠住了 这下 我们终于从随波逐流 飘来荡去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只是天色太晚 而我们又在船上颠簸了这么久 个个疲惫不堪而且既长鹿鹿 所以也没去关注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能停下来就是件好事 到第二天早上 我们惊喜地发现 船下堆满了熟透的杏子 原来是这些杏子让我们搁浅了 虽然暂时我们还没法靠岸 可这下至少有了冲击的食物 也顺便解决了口渴的问题 这些酸甜多汁的杏子来得真是时候啊 又过了好些天 洪水终于退了 我们平安地落到了陆地上 后来 在当地一位长官的帮助下 我们登上了一艘开往土耳其的大船 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伊底岸 我们就受到了苏端王的热情迎接 之后自然少不了各种盛宴款待 和珠宝赏赐 至于其他的 今天我就不多说了 留着下次再和你们详谈吧